女生主动撩男生 必须这个女生 对自己要很有自信吗 我觉得不是自信 是自觉 你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款的 你的优势在哪里 你的劣势在哪里 然后你讲的话要对 例如说 如果你其实知道 在一般男生的眼中 你长得像恐龙 然后你撩人的方向是过去 然后这样一直靠近 不是很饿吗 但是如果说 其实你的长处 是一般男生觉得你是长 长相是蛮吸引人的 那其实你话不要太多 你只要稍微一点靠近一点 或者说不经意地碰到一下 那个就很清楚了 而且我觉得这一集 最大的为难 就是我跟气质说 有很多话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说 就是金句 我现在说的时候 就是恶心嘛 所以你要知道自己的状态 然后你的位阶 什么可以讲什么话 对不对 对对对 OK 那撩男生听说 苦林老师会感觉很享受 对不对 被女生撩 我觉得 任何的女生撩 都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因为第一个表示 她有眼光 而且有与常人不同的眼光 所以我们 我觉得很多人觉得被撩 觉得讨厌或者反感 或者像阿德这样抗拒 可是你要想这个女生 她会喜欢上你 那就表示她眼光不错 难道你很烂 她还喜欢你吗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 这应该被肯定的 那第二个 让这个女生还要鼓起 被拒绝的勇气来表达 所以她是很勇敢的 这光是以她的智慧 跟她的眼光 然后就值得我们回报她 那她撩 她怎么撩我 就撩回去啊 让她觉得 她是被肯定的 有啦 我那会儿刚恢复单身的时候 苦林有很认真的教我一下 她说 你现在开始 就会有很多 你要开始去把握你的机会 你平常这样子 不会有男生要接近你 你要记住以下三句话 男生不管说什么 你都要讲 真的假的 真的吗 真的吗 好棒喔 也好棒喔 后来呢 后来呢 那问一下 玉杰爱 听说你也有三句 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对应刚才 苦林教我们的三句 你的三句是 有这个阶段的 对不对 对 我的初阶版 初阶版是 我觉得最近台湾空气很差 都没有你的味道 因为我男朋友人在国外啦 然后我真的是很喜欢讲一大堆这种撩塌垃圾花这种话 然后我有时候有事没事这是真的我讲过的 我就跟他说 我就最近台湾空气很差 然后他就会说 怎样你有看那个APP 空气品质的APP是不是 我说不是因为 都没有你的味道 哇 好可爱 这种金句应该找我写 我写歌词的 这个有没有 这个有没有中 这个中 这句中 超起来这句有中 我跟我太太在看电视 他就常常会说 那个很漂亮 那个谁很漂亮 我看都不看 我说没有比你漂亮的有什么好看 就是要这样啊 你就是 对 你就是第一名 你就是唯一的这样 但是我觉得说 讲这些金句 最重要的不是说要让对方听得爽 而是自己讲得很爽才讲的 这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把这句话放在 说对方听得爽不爽 你就会很苦 是喜欢看对方听完的那个表情 对 你要想说讲这句话是要让自己爽的 不是让对方爽的 没有 可是他说的是他喜欢看 他讲完这句话之后对方的表情 所以如果对方没有表情 他会很挫折啊 对 如果没有表情会挫折 但是如果是尴尬就可以 那是第二个问题的挫折 可是第一个满足已经得到了啊 因为我讲出来很爽 如果他如果回应也很好 那我就更爽 就这样子 OK 好 再来进阶版 进阶版是 我除了谈恋爱 没有什么想要跟你谈 对 男生常常会讲说 哎 要谈什么 你谈要给我什么事 这样对不对 要说什么 这个有这个有 这个有 你知道这为什么会中吗 如果这个人是跟你在谈恋爱的人 你这句话 跟他讲是完全的满足 因为男生就是 如果他喜欢你的时候 你为他 就是专心的为他做一件事 这个动作都会撩到他 嗯 对 奇怪喔 王医师 为什么男人呢 是一个博爱 可是他又希望女人对他是专一 你懂意思吗 嗯 他的这种满足感 为什么会要 为什么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东西 他才会满足 所以我们怎么抓到这个窍门 哎 窍门不用抓吧 我觉得这是男人的劣根性 哎 一方面 抓住男人的劣根性 可以请你用动物性吗 好吧 男人的动物性 他本来就很希望能够四处乱播种 但是呢 只要播完种的时候呢 他要确保我的种是我的 所以不能有外遇 所以他要拥有对方 所以我才会说这是男人的劣根性 可是这跟撩就是女生撩男生 他其实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我觉得像欲绝爱人那样子的句子 多多少少都能够打动男生那一种 啊 我有被你需要这样的感觉 因为当我提出说 那你要谈什么的时候 有很多男生是蛮无趣的 对 因为他只有就是无话可谈的时候 很多男人都会这样子啊 他谈话的这个目的 就只是为了很理性的分析事情 或者是很问题导向解决 他不太浪漫 可是女生会用这样子的方法 来诱发他那种浪漫的感觉 他会觉得说哇 我这女生 女女友好贴心喔 嗯 最后一句是我常常讲的 因为我们常会视讯嘛 然后视讯因为有时差的关系 所以他就会叫我去赶快去睡觉 然后我就会说 我不想睡觉 因为我睡到就看不到你 有中吗 我觉得 这个就是已经很确定双方关系的 这种撩法 可是撩是有层次性的 譬如说这边这个女生 作为这个男生 我只想跟他一夜站 那你只要问说 你一个人住吗 就好了嘛 他就知道意思了 你干嘛问我一个人住吗 就表示你那里有没有床嘛 有没有房间嘛 这是第一种层次 第二层次想跟你做朋友 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满谈的来的 以后可以找机会多相处 那对方也知道说 你就是要跟我交朋友这样子 那可是如果你 最更进一步 譬如你想跟他互许终生 那你也许就说 我想要你送我一个礼物 不会很贵 你一定负得起 什么 幸福 而且这是三个不同阶层的撩法 所以要看你撩的目的是什么 对 我觉得我们今天一直被反撩回来 你觉得 你最后那一句 你知道男生会觉得 有些人会觉得怎样 就是已经不用对你再好了 因为你已经没有我不行了 没有 你不准问正常的男人 问王莫刚 他因为他写太多情歌了 你跟他花言巧语说了几次 那你不会怕吗 王医师 你说我现在有一个 这三句 这个才是外遇 外遇外面的对象 跟你讲这句话 你会不会吓到 没关系 你去睡吧 我在梦里跟你见面的 你有进步 完蛋了 这宅男 这三句 这三句来讲哪一个会中 对宅男 就做第三句 我可以回比较浪漫的话 所以我是觉得真的 终极版还算蛮有味道的 你看这个就买单 那个就不买单嘛 对 就不买单嘛 对啊 还好我不是宅男 所以他的男朋友 应该跟我一样是老实人啊 对 不是 是宅男 像两个人学家 我觉得你今天一直在撩玉姐 哎 不玩了 不入 好